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免江水 美食飘香 生态边城 如何寻财路 去年2015年呢 我们的旅游的总收入大数是126亿 其中的话呢 饮食这一块应该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也就是有个40亿左右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们常说啊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样一道菜 带着感情 带着故事 带着时光的味道 深深的印刻在记忆中 而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认识的这样几位主人公 儿时的味道不仅是宝贵的回忆 更是他们开启财富之门的金钥匙 这一道道祖传拿手菜 如何才能变成致富法宝呢 接下来我们先去云南认识这样两位餐饮业经营者 釜仙湖 为云南省玉西市境内 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形淡水湖 也是水质最好的天然湖泊之一 这里生长着一种很特别的鱼 抗浪鱼 这种鱼不仅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们喜欢逆流而上 在激流当中产卵 当地的渔民为了捕捞这种鱼 就发明了这种摇水车的方式来捕捞 水质不一样 这是山田水 哪一天季节里面是冰凉 还是水质的 这种鱼就是抗浪鱼 个头约三四寸 小而细长 喜欢漆在深水渔洞或是沙粒当中 2002年 当地实现了抗浪鱼的人工训养 目前可以捕捞到的抗浪鱼 也都是人工训养的 不过依然因为数量少 价格卖得很高 这么新鲜的鱼 我就用我们当地的铜锅 做清断 铜锅抗浪鱼 是浮仙湖最有名的美食之一 将抗浪鱼去内脏清洗之后 放入铜锅 大火加热 随后在汤中加入切好的豆腐和白萝卜 还有少量红枣 枸杞作为辅料铜煮 大火之后再放入姜 盐以及葱段和香菜即可出锅 整个过程只需要15分钟 因铜锅传热性好 除热率高 再加上湖水煮湖鱼 所以烹煮出来的汤色极其清亮 这种做法相对简单 其精华更多在于食材本身的品质 不过李玉蓉告诉我们 这并不是他们的绝活 他现在还有三道祖上传下来的拿手菜 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五代传人 从我奶奶那里传到 我爸 我爸就传给我 这三道菜分别是蛋 鱼 羊 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听上去 这都是很传统的三道菜 可背后却有一段传奇的故事 据说在清末年间 一位书生被歹徒洗劫一空 来到驿站边的李氏兄弟家借宿 李氏兄弟对书生热情相待 三天中每天都一道特色家庭风味菜 款待书生 后来书生成了一位名人 就给李氏兄弟写信 并附施一首 李玉蓉从小就听奶奶讲过 家族里的这个故事 也跟着父亲学会了这三道菜的手艺 1996年 坐了多年货车司机的李玉蓉 从家里的三张桌子 祖传的三道菜起家 一个名叫三道菜的家庭餐馆 就这样开张了 当时请自己的朋友 请起出来吃了一下 大家说味道还不错 但第二天第三天外来的客人就有了 虽然只是家庭餐馆 但是靠着口碑 亲戚带朋友 朋友带游客 不到半年 李玉蓉家里的三张桌子就不够做了 三五张就开始添桌子了 只能摆十五六张桌子 然后客人的一天就几十桌 然后不够了 李家的三道菜餐厅 距离福仙湖景区只有三四公里的路程 随着前往景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三道菜在当地名气也越来越大 2000年 李玉蓉在老家对面的空地建起了几间平房 把桌子增加到四五十张 收入也比当火车司机时好了很多 大概一天就卖个六七千 六七千七八千这样子 李家的三道菜如此受顾客欢迎 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 不得不说的就是其中的第一道菜 酸菜鱼 和铜锅鱼相比 酸菜鱼的精华在于烹饪 选用两到三斤的鲤鱼或草鱼 切段放入盐 白酒 黄酒和醋 均匀腌制 然后在沸腾的油锅中 过油炸至六到七成熟 外皮酥软即可捞起 第二步 也就是关键的一步 拌料 李家祖传五代的独门秘方 就在这一步 要配料就是这个 这个就秘方 这个就是里面有辣椒 辣蒜 姜 主要的时间要腌一年半到两年 香酸辣 在配料中 除了秘方外 还要拌入盐 鸡精胡椒 白醋 再加上盐碎 葱段 以及豆腐粉条 和两味自制的辣椒酱 一桶与炸好的鱼段 烹煮约十分钟 盛起之后 放入大蒜辣椒和花椒 用热油焦鳞 即可上桌 四年的时间 李玉蓉的三道菜 已经在当地做出了名气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他会在福仙湖景区周边 扩大规模的时候 李玉蓉 却突然要转移阵地 到了四五十桌的时候 就是外地人就比较多了 我就准备打到省城里面 可是怎么才能 让这三道看似十分传统的农家风味 顺利进驻省城呢 李玉蓉想到了一个办法 李玉蓉当时花了十四万 在昆明的公交车上 为新店打了半年的广告 比如说我打广告 花十多万 我在省城 第一家店开红楼 我马上去第二家 那我估计第一家 第一年挣广告费 第二家我就可以赚钱 宣传捆绑经营 在一店养店 李玉蓉 以每年开一家新店的速度 两年时间 将三道菜在昆明扩张到了四家 同时 他也把三道菜注册了商标 开始走品牌营销的路线 当然 李玉蓉非常清楚 比营销模式更重要的 是菜品品质的保证 你看 你现在看到的是三七根 对 这个口味就是有点苦凉苦凉的 苦凉苦凉 你回甜 就它有一点苦 有一点甜 有一点凉 不仅选用珍贵的药材入菜 为了保证几家餐馆统一质量 他开始打造 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 鱼塘 以及本地土积 和黑山羊养殖基地 2015年 李玉蓉把工作重点 从昆明四家分店 重新转移回了玉锡市的江川区 决定把原来只有四五十桌的餐厅 打造成李家大院 作为三道菜的旗舰店来发展 在心里面想 就是说要盖一个四户厌 我说要把它传承下去 开成本年老店 按照统一的管理模式 昆明四家分店的经营状况 一直都稳步发展 而江川总店 这几年 借着福仙湖旅游景区的人气 和多年来树立起的品牌知名度 客流量也都呈现出递增趋势 味道和这个环境都很好 一般朋友来了 这个就是要来外面吃饭了 大部分就行到三道菜 它这个羊肉我感觉是比较 就是那种 比较劲道的 感觉在其他地方就没吃过 吃过这个味道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 李玉蓉的浓江风味 越来越红火 统计了以后 05年04年就是20到30万 到06年以来 以后 就生意就到了 应该就是到了最好了 到现在 就是到40万 50万 除了李玉蓉 想从儿时味道里 寻找财富的玉蓄人 还有很多 玉蓄美食千百种 最出名的当属米线 据说玉蓄是云南米线的发源地 很多玉蓄人 都是吃着米线长大的 在玉蓄 米线店超过300家 遍布大街小巷 但是在当地 却有一个人很有意思 他的店里 只卖一种米线 扇鱼米线 紫麦呢 就是一个装卖 就考虑到装卖呢 它就是质量和品质的一个承诺 因为我要对我的这个品质的 有一个保障 因为只卖鲨鱼米线 在小吃种类繁多的玉蓄成为另类 它的米线店 也凭借着单品的销售 在当地的传统小吃店中 独树一帜 正是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 任亚卫才动了开扇鱼米线店的念头 2005年 玉蓄新海广场刚刚建成 当时已经是一家餐厅老板的任亚卫 在一次偶然散步中 发现了广场旁边新开的楼盘 于是就租下了一间150平米的商铺 开饭店是不适合 它面积不够 那开个小吃呢 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因为到旅游区来的人呢 他可以就是说 一个是逛工园 一个是品尝 我们当地最有代表性的 虽然任亚卫本人就是厨师 可是玉蓄的风味小吃那么多 究竟选哪种更合适呢 他开始回忆小时候的很多美食 希望能够从中寻找到一种 自己最怀念的味道 初中的时候了嘛 就饭价的时候 寒暑价的时候 都到餐馆里面去打工 那个饭店里边 那个山影米线 吃了以后特别好吃 你在其他地方吃的山影米线 都没那个味 因为那个时候是小 特别这个记忆就非常非常生 玉蓄山影米线历史悠久 是玉蓄风味小吃中当家美食 在整个云南都颇有名气 可是任亚卫却始终觉得 遍布大街小巷的米线店里 没有一碗山影米线 能比得上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于是他决定 用这间小商铺 看一家山影米线店 只为找回小时候的味道 它是这样 一番水土养一番水 颜料的特点就决定了 那个地方风味的差异 这个青花椒呢 一个是四川 一个贵州 还有我们云南的昭通 这边也是盛产花椒的 像我们这个传统的 这边的就是这种红花椒 那它这个红花椒的品质 也是在这个花椒里边 比较好的 不仅是花椒 包括米线 肉类 调料等等 任亚委都一一精选 这样做出来的米线 味道才正 而价格自然也就不会低了 当时的那个价格是小碗八块 中碗十二块 大碗十八块 在预期是算最高的价格 很多人说 哇 吓得我们了 怎么小碗米线 比我们的大碗米线都高 善于米线的定价 高于当地米线店的平均定价 但任亚委却一定要坚持这么做 没有贵的 只有值的 我的品质和价格 它是一个正比的 我选用的原材料 是一定要对得起 我所收的这个价格的 任亚委就是这么倔强 就像当初 只做一种单品米线一样 他坚持着自己的定价 和自己的经营理念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家只卖山鱼米线的小店 赢得了十克的认可 我们都喜欢 我是外省人 外省人们 我吃这个米线味道可以 挺好的 每个客人都会帮他的那种 期望子 很客观地告诉我们 你这个店里再增加了什么 再增加了什么 那米线的品种 我是肯定不增加的 但其他建议我是 很乐意接受的 到了第二年 任亚委决定 增加其他单品 来丰富小吃店的内容 很快 小吃店里 就有了与其的传统小吃 任亚委 还利用自己最擅长的面点功底 自创了一种好吃饼 很多客人一直说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一直都说 第一个反应都说 太好吃了 后边我说 这好吃饼就干脆叫好吃饼 我卖的最多的时候 一天卖过七千多个 七千多个 一个多少钱 三块钱 制作好吃饼 第一步是和面 面和水的配比非常精确 四斤面 配三点二斤水 是一百张饼的量 水中需要加入 一定比例的糖和盐 搅拌均匀之后 在和好的面中 打入三十个鸡蛋 再放入适当的葱花 和少量花椒 油炸之后 磨成的花椒粉 与面进行二次搅拌 直到搅拌均匀 就可以上锅间了 咸中带着香 一点点那种花椒的味道 作为点质非常好吃 三块钱一张的好吃饼 现在已经被评为中华名小吃 很多食客在店里 吃完鳝鱼小吃以后 都会打包几个带回家 2015年用同样的经营思路 任亚伟在玉西又开了一间 只卖肘子米线 继续坚持做专卖的品质 虽然善于米线店 已经开了11年 但是小吃店的利润 随着人工房租等成本的增加 反而从原来的55% 降到了30%左右 我要是这个美食能够很好的 在玉西的旅游发展建设当中 能够扮演好我的这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这个力量多少一点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如何把这个东西 能够更进一步的 相对稳定的 给它一个线的走下去 去年2015年 我们的旅游的总收入 大数是126亿 其中的话呢 饮食这一块 应该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也就是有个40亿左右的 饮食的收入 其中三分之一强一点 又是在乡村特色美食 这样一来的话呢 十多个亿 十多亿二十亿左右 是在乡村特色美食当中产生的 独特食材 时代传承 铺酒致富路 当年呢 就是说 我的太老爷 和我的老爷 以及我的舅舅 他历史当年的制作的鱼的时候 就随意呢 就选择了山河的鱼 那个鱼盆也没有油 这个用盐呢 就把它呢 就炒至 然后放到锅里 绵绵江水 美食飘香 生态边城 不可寻采路 去年2015年呢 我们的旅游的总收入 大数是126亿 其中的话呢 饮食这一块 应该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也就是有个40亿左右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 复杂的地形条件 造就了水溪众多江河纵横 湖泊齐步的地貌 前面的节目我们看到 这样的水资源状况 诞生了当地十分有特色的农村经济 可以说 釜仙湖丰厚的自然馈赠 铺就了李玉荣的致富路 而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 南方是水乡的天堂 北方是土壤的世界 其实在我国东北部的吉林省 那里不仅有 幅圆辽阔的黑土地 也有绵绵不绝的美丽河流 走在河边 就仿佛来到了鱼米之乡 那里的水土 又是如何养育那一方人的呢 我们再去吉林看一看 这里是吉林济安市 鸭路江畔的太平江口 与朝鲜各疆相望 发源于长柏山南路的鸭路江 水资源十分丰富 四千亩的水域 就是一片天然鱼场 担心下网时间长 鱼太多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是不断拉上来的鱼 确实让人应接不暇 因为鱼的个头太大 师父还不得不牺牲鱼网 不是 这是我们放的鱼苗 放的鱼苗再不管了 就自然长这么大 自然生长的鱼也好吃 但是这水质也好 鸭路江的水质 一直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以上 由于水质好 这里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 师父说 他曾经打上来的鱼 就有鲤鱼 草鱼 鸡鱼 熬花鱼 虫虫鱼 等三十多种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善贵君打鱼的收获 着实不少 绿江远景区的这个天然鱼场 允许打牢销售的鱼 要在五金以上 自然环境保护好了 打鱼的赚钱了 做鱼的也不差 王福贵是福贵铁锅 鸭路江鱼记忆的第四代传承人 他的小店生意 总是十分火爆 超级赤 你觉得和别的地方的 这个大铁锅鱼 有什么不同啊 它这个 它这个肉啊 特别细腻 味道特别咸 随其 就是假的鱼 王福贵告诉我们 他的鸭路江大铁锅炖鱼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与他的独门秘诀 是分不开的 他的秘诀 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深核桃 山核桃包壳洗净 放在用酱油和中草要熬制的酱汁里 浸泡三个小时 初二号 打成山核桃酱 其间 不添加任何其他原料 以保证山核桃酱的纯正 蜜汁这个调料 山核桃酱 当年呢 就是说 我的太老爷和我的老爷 以及我的舅舅 他当年的制作的鱼的时候呢 就随意呢 选择了山核桃酱 那个年代也没有油 这个用盐呢 就把它呢 就炒制 然后放到锅里 铁国鸭鹿江鱼记忆 当初远于长柏山伐木工人 王大厨的太老爷 曾是鸭鹿江上的放牌人 每天借助水流 运送木材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 他们每日的饭食 就只能就地取材 捕捞鸭鹿江鱼食用 时间久了 就把山上随处可见的山核桃 作为调味料 铁国鸭鹿江鱼 由此诞生 为了让大鱼更好地入味 王大厨还用特制的竹帘子 铺在鱼的下面 铁锅炖鱼的手艺 传到王福贵这里 已经是第四代了 有着超过百年历史 现在福贵铁锅鸭鹿江鱼记忆 已经被列入吉林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锅鱼的价位 加二百五六十元 去年一年 他跟徒弟们一共炖了七千锅 不仅有着好山好水 还有着浓郁的朝鲜族特色 这也成为了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 朝鲜火盆 朝鲜火盆也叫高丽火盆 是鸭鲁江畔朝鲜族同胞的特色美食 因为制作和食用过程中 都要在火盆上烧烤而得名 朝鲜火盆通常以豆腐和豆芽为釜底 牛肉 大肠 蘑菇 辣椒等各种食材 都简单分炒以后 一层一层叠在火盆里 吃热乎乎的朝鲜火盆 少不了豆芽和豆腐 看似大锅会 其实每一个食材的选举都不含糊 难怪能有那么多回头客 精选食材加上纯正的民族特色 使得这不大的店面天天顾客迎门 这家店的经营者全日男告诉我们 地道的朝鲜族风味十分受欢迎 一个只有13台的小店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如此火爆的生意 也让全日男赚得盆满钵满 依靠好山好水和民族特色 吉安当地的百姓 收获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吉安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同时是中国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范区 我们发展的理念 首先一条就是生态历史 保护住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农民依托的资源资源 发展的特色经济 我们去年农民人均的存收入达到10654元 清澈的水养育了鲜香的鱼 独特的食材加上勤劳的双手 不仅让人品尝到美食 还诞生了新的生意 自然的馈赠 有时就是这样慷慨 而我们在感谢自然知识 也不得不心存敬畏 这样自然之美 才能够一直与人类和谐共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请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